風電和光電的建設 可以創造新台幣1.7兆元的投資額 超過2兆元的產值 建林盤探成為國際趨勢 蔡政府要在2025年 達成太陽能發電20GW目標 預料能替国内太陽能業者 帶來兆元商機 喜熱的太陽光電產業 靠著內需市場重回舞台 光太陽光電到2025年 就一兆的市場 這個是很大 鏡頭轉向國際 建林碳排同樣如火如荼進行 太陽能發電更是重中之重 綠能甚至成了 美中貿易戰的停戰線 但這一次 台灣太陽能能否回到外銷市場 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台灣打造為亞洲綠能發展中心 我要告訴大家 亞洲綠能發展中心在台灣 國內太陽能廠也跟著迎接這波太陽財 與20年前不同這次靠的是內需 政府這邊構電的價格的提升 對於整個太陽能產業 獲利的一個回穩 這其實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能讓這個產業其實回到一個 合理可以算錢的一個趨勢 首先要面對的挑戰就是如何在地下人籌的台灣 裝設足夠的太陽能面板 要做20幾塊要2萬公頃的土地 但是未來如果要50幾 我們土地怎麼辦 所以才會用一地兩用的概念 現在我們缺少的就是農電共生 因為台灣的農地 光農地就有80幾萬公頃 業者摩前叉掌迎接兆元內需市場 但太陽能商機不光在台灣 美國打算在2035年 將太陽光電發電佔比提升到40% 中國大陸也打算在2025年 將太陽能發電佔比提升到700GW 相較之下 台灣的20GW 似乎只是九牛一毛 全世界應該一年好像有150G左右 目前它就是最大宗 佔了將近有70-80% 台灣目前的模組差不多3D 就是自給自主 它就是佔150分之三 其實20年前 台灣的太陽能產業也曾消往國際 就像連岸風電一樣被視為明日星星 然而中國大陸祭出補貼政策 無止境的擴廠 加上大陸作用龐大多精細產能 與低廉勞動成本 全球的太陽能產業頓失競爭力 歐美紛紛見其反傾銷高牆 連帶斷了台灣太陽能的外銷夢 緊接著就是長達十數年的 產業寒冬 時至今日 來自中國大陸的壓力 依舊如影隨行 依現在就是矽晶圓在做的話 我們的原物料 其實是掌控在對岸手裡 對岸有政府的補貼政策 東南亞也有那個比較低的這種工資 你如果在製程上沒有比人家更先接競爭 就會比較薄弱 今日美國更是駁回前總統川普時期 對進口太陽能板重新徵收關稅的措施 2021年11月16日恢復對雙面太陽能面板的 進口關稅豁免 中美貿易期間太陽能產業讓步 銜接大陸太陽能產業的強大 以及國際對太陽能板的需求有多迫切 從中國進口的這些資本財 消費財 在課增高關稅的話 其實會讓相關的這些成本上揚 就會造成這個美國的生產者跟消費者 不滿的情緒上揚 那這個對今年拜登其中選舉的結果 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現在看起來 美國為了本身的一個財政條件 為了本身的這個通膨的壓力 應該會放手 讓中國的這個太陽業者 去進行他的所謂的國際補給 減碳風潮再次帶起商機 這次如何與對岸競爭 站穩腳步 升高綠能產業十餘年的蔡宗榮 就點出台灣必須軟硬實力結合 創造差異化製程技術 太陽光電跟風電 如果能結合儲能系統 這是一個很完美的配合 這也是為了台灣在用電的優勢 全世界到2050年幾乎都是 再生能源的天下 你在製程效率上 如果沒有更先進的話 理論上它要競爭起來是很辛苦的 一定要趕快加速來做推行 這樣能解決我們在間接性能源上 所遇到的缺失 未來台灣太陽能產業如何 找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就看台灣政府與企業如何攜手 迎接綠能加速期